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守南宫 地理位置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 军阀田宋瑶部29军占领南部浪中等 北川26个县 恒征暴敛 百姓苦难深重 其中 以驻防南部的李伟儒 设立20多种科捐杂税 强行摊派和预征 并实行一年数征 甚至数十征 地主豪生也仗势家租家税 南部人民中年过着 三月杂粮三月糠 三月野菜三月荒的凄惨生活 1928年南部党组织建立之后 十分重视该地区农民的组织发动工作 1931年初 深中地区的第一个党支部就在深中小学建立 省委科派员秦文 中心县委书记杜培新等 相继到深中地区检查工作 指导建党工作和发展农民运动 到了年底 深中寺保存庙等地建立的农协会员 发展到了五千人左右 1932年8月 中共深中区委决定 从深中保存本乡 抽调部分党团员和农协会员 建立游击队 下辖五个游击分队 张有明任大队长 有队员两百余人 与此同时 南部三河永定一线 及黄金流马一带的党组织 也着手建立武装组织 以配合深保地区农民武装斗争的开展 因党组织在深中民团的支部活动 被敌人察觉 南部县政府于11月15号 以催凉为营 进驻深中 准备抓捕共产党员 在这十分危急的时刻 秦文 罗南辉召集深中区委 区农协代表 各路游击队负责人等 在铁卢寺召开会议 决定举行武装暴动 会议决定张有明任企议总指挥 秦文任政委 罗南辉负责军事指挥 杜远波负责内应 一场农民武装起义的风暴 即将在深中寺地区来临